从这个内地的体育用评股的这个板块来分析呢 我觉得就是要分开一点的 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东向 这个丁副会的表现不太好 不过从同期的表现来讲呢 就是这个德步方面呢 这个1368这个股份呢 在过去的丁副会呢 表现是比较好的 当然呢就是如果真的在现在的一些 这个体育用评股的板块来分析 就是里林因为在过去跟这个发而节能呢 有一个股权的一些的互换的这个情况呢 对于股民来分析 对于分析人来分析呢 就是比较困难去这个分析他的未来的股价的表现 还有就是因为他的股市盈是比较高了 跟另外这个2020的安塔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从这个板块来分析 我觉得个人比较看好的就是这个PIC PIC 1968跟这个1938的这个德步 我相信就是在过去丁副会的这个表现来分析 还有在从现在的股值来分析 相信就是有机会呢 就是突回而出的 对于股市盈是比较好的 我相信这个是不错的 那这个是可以 这个子盈是比较小的 好多的